青青一折 脆餅立刻斷裂 超薄牛舌餅厚度只有0.1公分 薄得如同一張紙 拿到燈光下一瞧 还能透光 这个薄脆的饼 有着浓浓香情的名字 叫做宜兰饼 我第一次看过这种饼 超好吃的 好脆 然后好香 真的很好吃 这边的饼干跟外面的饼干 不一样 对 外面的饼干一般都很厚 没有那么薄 一口接着一口 小朋友的嘴停不了 新奇酥脆的零嘴 让人爱不释手 大人们也抵挡不了美味 购买人潮众多 得用机器才能充足供货 机器把内馅和饼皮结合 并且切割出大小一致的面团 但擀饼的部分还是得用手工 只见师傅来来回回 擀出长条状 要创造出0.1公分的厚度 力道拿捏要小心 这次擀到一半会破掉 有时候擀面部分会把它戳破 或是手指头也会把它戳破 都有可能 店家还推出迷你版的牛舌饼 长约8公分 店家昵称他是3寸金莲 放在正常版的宜兰饼旁边 个头明显矮了一截 但好吃程度却不因此缩水 想知道还有哪些不能错过的宜兰伴手礼吗